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当地非常偏门又罕见的赚钱行业 主要是这个行业呀,非常的暴利 一年下来的话,可以收入个上百万 主要他所生产的这种东西呀 我们当地呢,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也不知道是用来干嘛的哈 见过这种行业的人啊,应该都是见识非常的广泛了 现在呢,带朋友们一起去看看 看看这种的行业啊,究竟在生产什么东西 拿来做什么用的哈,就在前面了 像我们这边大陆旁边有一条路呢 一直上去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加工坊了哈 就是一位40岁大叔的加工坊 就建造在这个大山脚下 四周的环境呢,可以说相当的不错 像他的加工坊呢,面积虽然不大啊 但是却非常的暴利 一年下来的话,能够赚个上百万啊 像他所加工出来的东西啊,当地很多的人啊 都没有见过 据说知道加工出来的东西是用来干嘛的人呢 他的知识量啊,也非常的广泛啊 现在呢,我们沿着这条水牛路一直上去 看看他们究竟是加工的什么东西啊 竟然这么的有前景哈 像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加工坊啊 可以看到,我右手边的这个就是主加工坊 然后左手边这个呢,就是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啊 目测的话,一个都非常的长大 应该有一端种了 好像是用那个粪泥土所生产出来的呀 很多人呢,都能把他拿出来的这个东西啊 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现在我们是要重新进举的了解一下 像这个呢,就是他的主加工坊了 还有一辆餐车在这边进行运送材料哈 像他的主要材料呢 就是那个石块以及水泥之类的哈 那边的话,摆放着非常多的半成品哈 像那边的呢,都没有生产好的了 这边的呢,就已经完全生产好了 可以看到,就像那个管道一样啊 而且体积呢,非常的庞大 一直延伸到那边都是的哈 就是这一种东西了 我们来看一下 哇,真的是 好像全都是用粪泥土跟那个石块所生产的哈 它里面的话,应该有那个钢筋之类的哈 全都是粪泥土啊 一个的体积的话 应该都有一吨重的哈 像这边呢,摆放着非常多的这个成品哈 也不知道究竟是拿来做什么的呀 刚刚他所生产出来的东西 大家也都看到了呀 像我们当地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拿来干嘛的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冷门的行业呀 这到底生产的是什么东西拿来干嘛的 也可以把你们所知道的知识点分享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哈 本期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也可以点赞分享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